美国对台湾开启了铭抢模式 但台当局的反应 确实让人哭笑不得 9月23日美国要求三星台积电能企业在45天内交出核心精密数据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直接威胁说 如果他们不愿意交 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还有其他方法 能让他们把数据交给我们 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 但如果有必要 我们会采取行动 对于这事 韩国方面已在距离力争 积极协商 我也一直在等待台当局的反应 看他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 台积电资深表示 不会损伤其股东及客户利益 不会泄露个别客户的商业机密信息 台积电作为台湾的重要企业 甚至可以视作台湾的科技明珠 面对如此风险 本以为台当局即使不管公然应到美国 至少也会进行温和表态 结果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连拜登死条狗都要沉痛悼念的蔡英文 对台积电的遭遇却是装聋作哑 不至于此 主管台湾经济的所谓经济部长王美花 于9月30日日即将求提给了台积电 大概意思是这是台起自己的事 具体怎么做要看台积电自己 选择什么公开什么不公开 到10月1日 王美花更是公然帮美国说起话来了 声称美国针对的又不是台积电一家 所有厂家都要提供相关信息 还表示美国不会把数据泄露出去 一个人奴言必须到如此地步 恐怕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要知道美国搞的这一套套 其目的何在 首先是为打 接三星台积电等企业 以扶持美国资深芯片产业 美国第一步是拿到这些企业的核心数据 然后就是要求这些企业去美国设厂什么的 最后就是要求他们将相关技术 转移给英特尔 这些美国半导体企业 说白了就是明抢 其次是我的一点个人猜想 美国要拿到这些数据 是想通过了解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相关数据 以此来设计针对中国的策略 芯片是目前中国的薄弱行业 也是美国能够遏制中国为数不多的行业之一 美国自然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 还打算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另一点想法 可能就更有些天马行空了 我在想 美国这样收割台积电 是不是已经预感到了台湾的未来 与其将它留给中国大陆 不如美国提前收割了 当然这一点纯属个人猜想 只是隐隐有感 从逻辑上有不通之处 因为美国也针对了三星等企业 不管这些想法正确与否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美国为扶持自身芯片产业 正在打劫其他半导体企业 这期间 台当局的表现让人匪夷所思 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蔡英文与他领导的台当局 也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对比之下 当华为有难时 中国大陆对华为 对孟晚舟的帮助与救助 不知是否令他们汗颜 说白了 还是蔡英文这些台独分子们 还充满着台独迷梦 为了让美国为自己站台 无论对方如何蹂躏自家 都选择忍受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甚至还很享受这种被蹂躏的感觉 早前已经多次解说过 台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面对大陆 台湾这点体谅就懒得比较了 因为没有任何可比性 就拿美国说说 所谓三流专家谈战略 二流专家谈战术 一流专家看后勤 美国离台海相隔万里 就算他有心相帮 他的后勤如何跟得上 军事武器 美国航母当然还有优势 但我们并不寻求到太平洋中线去同美国争霸 在中国近海 在中国三大舰队几百条战舰 陆基航空兵 按机导弹覆盖下 美国的航母优势当然无存 航母战斗群 水下的核潜艇不敢用 核大战是谁都承受不起的水面舰艇 他的阿利伯克等主战舰艇 在面对中国055、052D等型号式已毫无优势 航母舰队最大的战斗力是其舰载机 但在台海面对中国 舰20、舰16等力气时也无优势 舰20战机弱势换装国产航发 各项作战指标全面超越F22战机 对F35战机更是碾压性优势 舰16D等星锐武器在不断出来 下一代舰载机也快出来了 越往后 力量天平只会越偏向中国大陆 再看看工业能力 中国据说有39处船物可以造舰 能同时建造三条航母 而美国已丧失民用造船能力 只剩下一定的军工造船力 只能同时建造一条航母 美国F22战机的生产线已经关闭 中国歼20正开足马力大量生产 也就是说 即使按1比1的战损比 中国的工业能力远超美国 补充速度要快得多 试想一下 在台海 中国武器不比美国差 武器与后勤补充速度比美国快得多 一个200公里 一个1万多公里 美国怎么玩 这根本没法玩 再说了 为了一枚棋子来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 美国可不是傻子 这两天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一条消息 国庆三天 大陆绕台军机数量达到了93架次 连台湾专家们都看清了 这是大陆在展示不分昼夜的大规模机群出动能力 试想一下 就算中美同时损失93架战机 看是1万多公里外的美国补充更容易 还是仅仅200公里的中国大陆来得更快 所以说 台东了还是少一点幻想 两岸规矣只是实际问题 即在什么时间什么机遇下 以何种方式多大成本完成统一 关于台湾问题 目前最大的悬念是大陆核实启动武统 第二大悬念是大陆动武美国会不会参战 第三大悬念则是大陆动武台湾到底能撑多久 我在这里 想尝试用最简洁的语言和分析 表达一下观点 解答这三个问题 我只是一家之言 攻读者参考吧 第一个观点 什么叫基础不劳 地动山摇 大陆这个警告含义非常清楚 只不过被民进党可以模糊了 地动山摇多半用来形容地震 在这里用来形容两岸关系 有可能像地震一样将一切毁掉从来 这是近年来言必行行必果的大陆 用来表达不惜一战和回到一国一致的委婉说法 第二个观点 什么叫根本利 一必然要求 大陆党代会的最高政治纲领文件明确提出 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华复兴的必然要求 这是从政治上最后定条 也为执政党排除了任何拖延统一的理由和回旋空间 将自己摆在了必须背水一战的历史关键位置上 第三个观点 大陆已经有明确的最后实现 前不久 大陆在两会期间公布了 中国未来15年交通建设总体规划 其中明确宣布将在2035年修通北京至台北的高铁 如果扣除海底隧道和高铁铁路的建设时间 很显然大陆统一台湾的最后实现在2027年之前 第四个观点 建军一百周年收复台湾很合理 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军一百周年收复台湾 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建国一百周年建成世界第一强国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这是中华复兴伟大实施的三部曲 美国上下都预测武统在六年内 很有道理 第五个观点 一国两制实践得到根本完善 香港精神回归 从根本上完善一国两制的伟大内涵 香港问题的彻底解决粉碎了一切分裂势力的美梦 展示了魄力 腾出了精力 显示了实力 大错西方列强的锐气 是中国不惜一切代价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大剧的精彩预言 第六个观点 国际舆论战已做好法理准备 新中国建立七十多年来 已与联合国195个成员国中的178个国家建交 而所有国家与我建交的前提是承认一个中国 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 所以一旦武统开始 除了美英等几个国家外 其他将全部站在中国一边 第七个观点 政府工作报告删除重要字眼 自从大陆提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和平统一思想后 很多年不再提解放台湾 而是年年提和平统一 但是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破天荒 修改成了促进祖国统一 这其中的政策变化明眼人一望变之 第八个观点 下组美军介入的能力基本建成 中国从内陆